中共十九大将于明天拉开黑幕 其悬测政治给予了中国境外媒体一个争执不休的题材 习近平高级内核的入场名单逐步向滑稽方向逆转 猜测与知情人士的透露放风更有科学的模拟 但无论何种猜测 名单应当已经拟定 等待最后的等额选举 近期发布最虚假消息 胡锦涛因设定计划 薄熙来案被调查 温家宝协助调查的博文社 日前再次发出独家消息表示 胡春华主动申请不进入政治局 获得批准 习近平最终在平衡人选中暂时放弃了陈敏尔 因此 中南海首席智囊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进入常委 中组部长赵乐际 也因此填补空位 韩正是当然人选 名单显示为 习近平 李克强 汪洋 栗战书 王沪宁 韩正 赵乐际 这一名单与台媒披露的一模一样 或可猜测为台媒的也来自博文社 不过路透社的版本显示为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韩正 胡春华 陈敏尔 港媒的版本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韩正 胡春华 赵乐际 中央社报道称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 16日举办中共十九大政治精英真部 预测与分析研讨会 邀请学者专家预测相关人事变动 寇建文表示 王岐山不连任常委的概率较高 栗战书 赵乐际入常机会不小 胡春华 汪洋入常机会相对较高 而目前尚未成为政治局委员 但渴望越级入常的中共政部级干部 有陈敏尔 李强 张庆委 这一说法难以置评 中共政坛黑马之称的张庆委是60后 出身航天系 目前是中央委员 黑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的老部下 江苏省委书记李强曾经是习近平的大秘 18大期中全会成为中委成员 有望进入政治局而非常委 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陈德胜 与政大经济学 习助理教授王信实 以统计方法设立模型分析 结果是习近平 李克强 汪洋 胡春华 栗战书 韩正 陈敏尔等7人名单 不过中共的专制黑幕 似乎不是超级电脑可以演算出结果的 政大预测市场研究中心执行长洪耀南在会上提出智慧交易所的网路交易预测结果 其中 习近平 李克强 汪洋 栗战书 韩正的价格都是70元 代表稳定发生 胡春华 陈敏尔 赵乐际 王岐山价格则在40至60元 代表有机会 王滬宁 张春贤 李元朝则都低于40元 发生概率较小 BBC中文网10月16日的专家预测中 排除了王岐山入场的可能 韩阔的李战书 赵乐际 王滬宁 陈敏尔 胡春华 汪洋 韩正等7人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全球政策 与战略学院副教授史宗汉特别指出 掌管人士的赵乐际 与习近平的关系 对外界来说可说是一个谜团 王滬宁突然大热 在大纪元的结构中提出一个看点 王滬宁还曾在多个高层会议等场合中提出 把江泽民称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 不科学 不符合实际 在今后中共的文件上要做出必要的纠正 不能含糊 是宗汉队 BBC表示 毛泽东秘书陈伯达入场 证明有先例让党内的智囊进入常委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建任教授 林合力的判断方式是 习近平有很多怪招 他上台后已打破很多邓小平制定的惯例 他再打破常规的话 并不令人出奇 不过 王滬宁作为一个理论家 又是一个精通马列 懂得将西方政治架接在中共极权专制之上的高手 假如习近平要搞文革 王入常就非常用得上 但习近平的一贯做派中 还没有让理论家入常占前台的先例 更况且三朝帝师入常与习近平的反腐或者中国梦显得格格不入 是想从未在公开场合露面讲话的王滬宁会如何搞台面政治 或许就有结论 习近平的或协退让与韩正的入常聚焦 王岐山的不留任目前成为主流倾向 因为从习家军下暴龙 在省部级退休年龄65岁将满了今年4月 离开在浙江省委书记宝座 到人大养老 证明习近平并被破坏制度 但69岁的王岐山在郑国级职位上退休 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妥协或退让 也因此陈敏尔入常是一个补偿 至于韩正 偏向习入常的是多数 这与上海市委书记入常的惯例有关 也不排除习近平要掌控上海让其离开的因素 不过始终焊对BBC表示 假如韩正真能当上政治局常委 代表他一定做了一些非同反响的事情 证明自己效忠习近平 中共党规等内部规定 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条件是63周岁以下 政部长及以上干部和军队政大军区职干部 而25人的政治局采用等额选举推选其成员 其不周为一中全会先对25人的政治局委员过堂 同时在这些人中假装选举产生机常委 所以不妨看看25人的政治局委员有哪些 中共18大25委员中有11人可能还会在任 其中韩正1954年刘其宝1953年 分别年满63岁64岁 李战书与孙春兰同龄目前67岁 实际上也只能在干5年 可能曾苦的名单多达14人 习近平旧部 亲信 新富将获得大多席位 习近平铁杆 军委副主席张右侠 习近平安插在中组部的陈锡 中宣部的黄昆明 中办丁薛祥 北京蔡七 重庆陈明尔 韩正入场 英勇或出任入局 胡春花入场 给李强或马兴瑞腾出空位 陈明尔入场也息或接任并入局 当然入局的还有新疆陈全国 天津李弘中 蒙建筑退休 郭生昆担任政法委书记 并入局 剩下的三个席位 国务委员王勇 国务院秘书长杨京 以及可能的彭清华或张庆卫 这一结果显示 习近平的所谓内阁取得了压倒性态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